据说关注了我的 至少能送十斤 不行您试试呗 本时不受骗 吃货请不严 吃了面 大家好 欢迎大家说 和这期的吃货请不严 我是老白 今天我们继续在煲头五吃吃吃 今天吃什么呢 不告诉你 到了你就知道了 走 咱弄弄起 我们现在在临家菜馆 这个是我们的煲头粉丝 大家好 大家叫我狗哥就可以了 大名起的比较普通 没有什么辨识度 主持人吃货请练的中时分 然后今天来这个临家菜馆 其实也是网友推荐 然后说尝试他家特色 就是煲头的八大碗 八大碗你平时吃吗 八大碗这个吧 过去是过年 大家曾经吃上 因为种类比较多也比较丰富 但是现在平时生活里很少吃了 但是这个红白喜事 包括这个过年的时候 桌上还是得有这几样 人才感觉吃它就过年 现在已经上了 他们四碗的存货不多了 只有六碗 其实不是 人家包头好像传统就是六碗 六到八碗不等 不等 以前都是自己家里做 看自己家里有多少存货 才决定 那我们点的八大碗里的六个是什么菜呢 盘肉条 大丸子 煨牛肉 黄焖鸡 酿茄子 大碗饭 下面就开始一个一个尝一尝 来 先尝尝盘肉条 看一下 我看第一有个五花三层的 就是猪肉做的 你觉得怎么样 觉得就是一碗中规中矩的泡饭条 是吧 我看第一稍微有一点点咸 味道没感觉太多 因为烧肉稍微多一点 然后整体像什么呢 忘了搁糖忘了搁梅干菜的 扣肉 基本上大概这个味道了 我觉得下饭应该还不够 下酒应该还可以 下一个 买个丸子 要 买 买 这个酒是由我独家赞助的 给我带来的自防货 很感谢 真的我耗这个耗这一口 开视频的口诗以后吃饭什么 知道该准备点什么了吧 来来来 继续 煨牛肉 牛肉看着还真是有筋有瘦肉 鲜嫩多汁不知道吃得怎么样 牛很细 一摔一摔的 但是我味觉发生问题 我有吃了有点药味的 看那个调到味儿可能放 辣度可能多一点 重一些 这个反正没有那么咸 还好吧 这种都是小伙子慢慢的 对对对 味出来的 喝点功夫菜 来 下一个 这是看起来比较诡异的一个 黄焖鸡 它那叫猪鸡 跟大家平时外边点的那个 外卖黄焖鸡米饭的黄焖鸡 不太一样 这是生的做法 这是内蒙的做法 这怎么看怎么想把那个炸鸡炖了 这个有点意思 还有酒是这个 真好 它真的香香的味道 真有点炸鸡的那种感觉 但是里边还有其他复合鸡料的味道 它这个做法一般是整鸡切块 然后腌制 腌制完了 裹着面炸 炸完之后再上锅浇汁一蒸 哦 太复杂了 这炸鸡的我觉得这个挺不错的 我刚试过来我多加几下 然后这个就是八大丸里面的酿茄子 但是怎么看怎么也不像个茄子 您就理解成是古人面炸完又蒸的茄盒 这里头也是肉馅 一般是羊肉馅 我感觉它和这个黄焖鸡的 唯一区别的食材不一样 用的鸡就用的茄子 咱们尝一口 这个炸完了蒸出来的茄子是什么样的 大概长是长这样 嗯 这羊肉馅很鲜哦 完全吃出什么茄子味儿 第一次蒙脸的吃这个 我感觉就是炸羊排 然后炖的 长得跟茄盒一样 里面很多很多羊肉啊 这挺高科技的这个 这两菜我都喜欢 八宝饭 它这写着八宝粥啊 它确实就是饭 然后里面有一些 应该是果料吧 一般是青红丝 葡萄干 红枣 蜜枣 这些应该都是 尝尝这个怎么样 尝不尝呀 是吧 合格的糯米饭 挺好吃的 甜丝丝的 让前面条菜比较油腻 就是这个吃相当不错 其实这个八宝饭 在北京原来也是有的 满汉全西里有一道菜 就叫唐蒸八宝饭 当时已经失传了 人家八宝也不是咱用的八宝 我提个小缺点吧 它这个蒸的时候啊 不注意那个料之间的那个间隙 就是所有的好料 比如枣啊 青丝什么都慢慢一起 然后糯米都搁一块 一块的一勺 炸着一块的糯米 炒不到其他料的味道 如果好的八宝饭 它分布得非常均匀 但是也不错 味道还可以 味道还可以 来 先总结一下 我们今天吃的六大碗 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两个菜 一个是黄焖鸡 叫这个酥鸡 特别好吃 这个味道特别好 然后还有能量鞋子 我个人也比较喜欢 八地朋友来包头玩的话 就点这个八大碗 才会尝一尝 我觉得算个特色 这顿临家菜馆已经吃完了啊 领了一下八大碗 这顿饭呢 一共吃了三百二十二 总理来讲呢 这个菜比较硬 每一个都是可以单独作战的 这顿饭吃得比较满意 直接很复杂 但至少 在吃八大碗的时候 我们不会说谎 正好 我们吃点的 我们吃点的 放 Trailer 我们最喜欢大碗 这个家菜还真的 滑车中的美味 羊肉下的很香 这个老板 这个馅饼之间有个 一段畜厚 лет 中文字幕——YK